Hello 大家好 我是盧健鋒師傅 我喜歡用新的元素加進傳統粵菜裏面 今天我介紹給大家的就是這個霸王沙巴仔 為何我會推介這個霸王沙巴仔給大家 是因為我這條魚將會起肉 一口口肉就很好吃 而且它是一個麻辣的味道 大人和小朋友都會喜歡 喜歡吃辣的朋友會更加喜歡 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食材 這條沙巴仔平常在街市都會買到 這個就是我們切了一粒的紅黃菠椒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煉的花椒油 裡面有新鮮花椒 新鮮花椒就是拿它的麻味 裡面看到的大紅毛花椒就是拿它的香味 有生抽、有紫天椒、有蔥花 還有這個也是新鮮花椒 還有最重要是有粉皮 因為這個粉皮吸了醬汁之後是很好吃的 第一步我們先處理這條魚 首先我們這條魚先剪掉頭去 然後我們去到尾 那條尾呢 如果我們想它擺得漂亮的話 我們就大約留到3cm左右 在這裡割一刀 割回去 再放在一邊 它有兩個棋位 那兩個棋位我們就是這樣 在這裡輕輕切去就可以了 兩邊 好 接著最難處理的就是魚肉位了 那魚肉位呢 我們是靠著這個棋位 沿著下去 它開到這裡之後 你會聽到有一點點碰到骨的聲音 接著就在這條中骨裡 就一路起下去 這樣就可以起到魚肉出來 這樣就可以起到魚肉出來 然後起完魚肉出來之後呢 我們用手摸一下它 感覺它有沒有骨 如果像這邊這樣 這裡有些骨的話呢 那我們就輕輕起了它 因為我們要整條魚都沒有骨 魚肉起片呢 我們是起雙飛的 起完第一下之後 感覺到觸碰到皮 這樣就停了它 再起 這樣就起了一塊出來 下一個步驟呢 那我們就要醃魚了 好 那我們就放半茶匙糖 這樣就半茶匙鹽 好 接著呢就少許生粉 那就拌勻它 好 拌勻它之後 我們就封一匙匙的油 封油可以保存在裡面的肉汁 到時候拉油的時候就會嫩一點 接著我們現在就擺盤了 這樣就將這個魚頭 放回到這碟裡 兩邊其位 還有條魚尾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下水 蒸10分鐘 那我們現在準備下一個步驟 先煮一些粉皮 那我們先加一匙匙鹽 還有一匙匙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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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皮 滾水 好 那些粉皮現在透明了 OK了 我們可以先蓋上去 撕熱了一隻鑊 我們可以加少許花椒油 放進去 好 接著 爆香一點點 我們的新鮮花椒 喜歡吃麻的朋友 就可以多放一串 下去 如果不是放一串 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可以放一些紅黃椒 放進去 加紅黃椒 剪天椒 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點 煮到它的紅黃椒 帶少許軟身 出了它的紅黃椒的甜味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生抽 好 因為生抽它是有鹹味 所以我們不需要放鹽 我們放半匙匙糖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煮回滾去 放到備用就可以了 好 我們可以將粉皮放在魚的中間 好 好 好 主角出場了 我們這條魚要蘿和拉嫩油了 好 差不多可以蘿和拉嫩油了 油不需要太慢 如果太慢的話 那些魚一立了皮 它就變脆 又不是嫩滑 好像這樣 慢油煮熟的魚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了 現在的魚大概有八成了 這樣我們倒起它 這樣它的餘溫就可以令到它煮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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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將魚放在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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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搭高 我們剛才煮的醬汁可以出來了 就是麻辣豉油 剛才我們有兩條花椒 那兩條花椒我們留在最後擺表 其他的就均勻地淋在魚身上便可以了 好 霸王沙巴仔完成 分享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剛才的霸王沙巴魚 如果想吃得好一點的話 可以買星斑 如果花椒油不想太麻煩自己家製造 可以在超市買些現成的花椒油便可以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